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繼續往下講 上個禮拜有同學好像電義儀的同學說 我說老師我們電機系的課好多耶 嫌我這個吸體點太多 我不曉得你們到底要怎麼樣 我記得我大概你們還沒有生出來 我還是教電機系 他們考得很不好 就有一天就來跟我講 老師我們考不好都是你害的 你沒有點吸體給我們做 所以我們就不做 我來說好我點吸體啊 過了三個禮拜 又派代表來說 老師你害我晚上都沒睡覺 我今天要教吸體 我昨天超到兩點鐘 晚上兩點 反正就是啊 你一定要老師替你負責就對了 對不對 你這個學不好 老師一定要給你負責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你說我點五題給你 我點五題你不是大家都高興嗎 你考零分怎麼辦 說我點太少 五題怎麼夠啊 我點那麼多 你就是要做那麼多 你就是要做那麼多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完 那你做多少就算多少 做多少算多少 個人能力不一樣嘛 有人就可以做完了 對不對 我點五題 我點五題 你剛剛好做完 那別的人怎麼辦 那聰明一點的 反應快一點的 那五題不夠啊 所以我點那麼多 所以我點那麼多 你就要拼命做 沒有跟老師討價還價的啦 你們的意思我知道了 反正就是你要給我負責 老師你要給我負責 我考不好也是你不好 你點CT點不多 我考不好你點太少了 你點太多我考不好了 那又嫌我點太多 這種觀念不對的 你反正就是要盡量做 盡量做OK 你用抄的那個 我也不曉得你是抄的 但是你後果你自己負責 那個後果就是你自己負責 你根本都不懂 好我們上一次講到摩擦力 我們講到靜摩擦 靜摩擦呢 就是物體跟接觸 在接觸面的地方 物體沒有速度 它的速度 等於0的時候 那我們把物體受的粒化出來 那我們把物體受的粒化出來 這個是重量 那如果你往這邊拉 如果你往這邊拉它 這個是你的F 那它的Mormal Force會偏一點 然後它這個地方 會有Static Friction 那這個面上面的摩擦系數 那這個面上面的摩擦系數 靜摩擦的話 我們有μS 於是我們就有 Fs Fs它是大於等於 μSn 如果你用等號的話 那就是最大的靜摩擦力 這是最大靜摩擦 一般都是這個 如果是滑動摩擦 動摩擦 那就是 如果這個物體 它的速度 不等於0 好 那麼這個時候呢 W F 這個時候 Kinetic Friction Kinetic Friction 動摩擦 那一般我們都把它叫做滑動摩擦 好 這個時候 Kinetic Friction 它是等於 它是等於 它就等於 mukn 這個地方的摩擦系數 這個時候就變成muk 這個叫動摩擦系數 這個叫做 靜摩擦系數 MuS 叫做 靜摩擦系數 靜摩擦系數 如果 如果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 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同一個東西 平面也是同一個 那就說 平面的特性 都是一樣的話呢 MuK MuK要比 MuS 要來的小 一般 同樣性質的 在接觸面裡面 同樣的性質的物體 它的動摩擦要比 靜摩擦系數 要來的小 好 那麼 這個我們以後啊 就在 一些立題裡面 做題目給你們看 因為我們進度很趕 沒有辦法 做很多立題 那麼 我們現在呢 就看這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東西叫做 立句 立句啊 我們聽它叫做 QUD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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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東西呢 就說 假如有一個物體 它瘦 我們假定有一個 好像是三甲板做的一片板子 一片板子 你在這個地方 定一枚釘準 這一點我們稱它就是O點 那這個物體 那這個物體不能隨便亂跑啊 不能跑到這裡 不能跑到那裡 它只能夠做什麼動作呢 繞著釘轉 不是順時針方向旋轉 它就是逆時針方向旋轉 只能夠做這種動作 好這個時候啊 這個時候啊 如果我們加一個力 在這一邊 F1 F1 那這個物體 那這個物體 就會做什麼運動 做什麼運動 順時針方向旋轉 對不對 如果它本來不動 現在就開始要做 順時針方向的旋轉 這種轉動的改變 有快有慢 比如說你同一個位置 加的力大 它改變的就快 加的力小 改變的就 改變的就 比較慢 或者是說 我同一個力 我作用在這裡 跟作用在這裡 它改變的速度不一樣 你距離這個月圆 它改變的越快 距離越近 改變的越慢 好 於是我們說 有一個量 它跟它轉動的改變有關係 這個是作用線 作用線 我們說這個量呢 跟它轉動的改變有關係 這個我們稱它叫做L1 於是我們就說 這個量 這個量 我們稱它叫做TALK1 這就是力矩 它跟什麼有關呢 跟FE有關 大小有關 跟LE的大小有關 我這裡加一個負號 我這裡加一個負號 這個量 有這個量 這個量就是 主宰你這個物體 轉動運動的改變 好 負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物體 它的改變是往 順時針方向旋轉 我們用負 逆時針方向旋轉 我們習慣上的是用正 用正 OK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 有另外一個力 叫F2 如果單獨這個力作用的話 這個本來不轉動的物體 現在要做什麼樣的改變呢 逆時針方向運動 轉動的運動 對不對 那因此啊 我們呢 把這個 作用線畫出來 從這裡畫一個垂線到這裡 這個叫做L2 那於是我們就有TALK2 可以正的 F2 L2 那現在 我們這裡定義一下 TALK 我們稱它叫做力矩 叫力矩 叫力矩 它英文名字有兩個 一個叫做MOMENT MOMENT of a force Or 叫做TALK 都是力矩 那麼L呢 我們稱它叫做力背 力背 力背 叫做 Arm of a force 力的背 OK 那麼我剛才說過 如果是F2單獨作用 它會往這個方向轉動的改變 如果這個力矩 這個力矩單獨 這個力矩單獨運動 它會順時這個方向的轉動改變 如果兩個同時作用呢 如果兩個同時作用 如果TALK 同時作用 那就是TALK1加TALK2 如果TALK1加TALK2 絕對只要大 那這個就是負的 因為它比較大 那它本來是負的 那這個整個物體是要做 順時跟方向轉轉的改變 那如果這個比它大的話呢 那如果這個比它大的話呢 那它會做力矩時跟方向轉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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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等于零的话,转动不改变 转动不改变就是说,它原来不动的它保持不动 原来在转动的,它继续保持它原来的转动 不快也不慢,方向也不变 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叫做转动平衡 那就是在转动平衡的转动 这就是在转动平衡的转动 转动平衡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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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Sigma 我们说,你如果受多个力矩的作用 好多个力矩不止两个 不止两个,我们用这个符号加起来是sigma 好多个立体的像样核 如果等于零的话,那也是这个物体转动运动不改变 这个物体是在转动平衡状态 这个是平衡的第二条件 这个是 如果你在求talk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明它的参考点在哪里 就是它的转轴在哪里 尤其是有多个立体核的话呢 你加起来要等于零 那要大家都对同一个参考点来求才有意思 你不对的参考,不一样的参考点 那加起来,那没有意思 那你如果多个例句之核 你就应该要,这多个例句要有同样的参考点 因此我们在求sigma talk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 注明说 这个是对哪一个点来说的 对哪一个点来说的 OK 那么这个是平衡的第二条件 现在我们就把平衡的条件再做一次的整理 好 一个物体 如果要完全平衡的话 那么平衡第一条件跟第二条件 同时都要达到才可以 我们说 如果一个物体的外力等于零 我们只能够确定这个物体移动平衡 对不对 移动平衡 只有移动平衡没有转动平衡 这不叫完全平衡 这是移动平衡 好 如果sigma talk 等于零 那 这个叫转动平衡 转动平衡 如果这两个都平衡 都等于零 那就是完全平衡 啊 这个 好 这是属于 完全平衡 这个 这个又叫做直点的平衡 如果一个直点 它小的跟一个点一样 你看不到它的转动 那么它只有移动 它平衡就是完全平衡 好 这是直点的平衡 OK 好 那么 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平衡的条件 好 现在 我们来 做一个题目看看 我们来说 recovered 我们来一下 我们来一下 好 这里有一个T字 长的是L 它斜靠在一个 这边在地面 这边是靠在垂直的墙上面 那么这个T字的上面呢 装了一个滚轮 叫roller 它会滚动 那意思就表示啊 T字的这一边跟墙之间呢 没有摩擦力 跟墙没有摩擦力 现在我们要求什么呢 如果知道T字的重量是W 现在要问 墙给T字的力是多少 地面给T字的力是多少 要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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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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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参加 等下吧 我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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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我以前说过 你做题目要怎么样 先要做什么 分析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 对不对 不要拿了就做 你就看他问你的什么 他要求的都是利 所以这是利的问题 那利的问题我们可以分成 平衡问题跟不平衡问题 平衡问题就是用平衡的条件来做 不平衡的问题呢 就是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做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物体是平衡 他没有说梯子滑下来 梯子就保持这个状态 那我们就用平衡的方法来做 平衡的方法不外乎是用平衡的条件 那么我们用平衡的条件之前 你要把这个关键的物体找出来 然后把作用在关键物体上的外力 画出来 然后再用平衡的条件列式子 好 现在你要找哪一个关键物体啊 当然找梯子啊 对不对 找梯子啊 我们把梯子当作关键物体 那作用在梯子上的外力 你现在要画出来哦 好 我说过你画外力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力啊 超距离 超距离就是它的 目前就是它的重力 如果我们把物体当作是平 是均匀 质量均匀的话呢 那它就是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你把它 它的W要画在哪里 画在这里 它重是W 终点 超距离 超距离 超距离画完了 你就要画什么力啊 接触力 你就看什么东西跟它接触啊 墙有没有跟梯子接触啊 有啊 那墙有 有接触就有力给它 接触面的力 我又说过 通常它可以分成垂直分量 就是法线分量 跟切线分量 法线方向的分力 就是它的normal force 正向力 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正向力 我们把这个当作F1 好 那还要考虑 切线方向的力 现在墙给梯子 有没有切线方向的力啊 因为没有摩擦 如果这里边很多油 我这样子推它 能不能推得动 推不动啊 意思就是什么 我没有 这个墙 不会受到 我跟它接触时候的摩擦力啊 所以 没有摩擦力的话 梯子没有力给墙 墙就没有力给梯子 所以它就没有切线方向的分力 好 这个方向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也是分成 正向力 我们写它是F2Y 然后切线方向的力 就是摩擦力 就是摩擦力 梯子向外滑 有这个外滑的倾向 摩擦力就是往里头 就是往这个地方 就是F2X 我们把这个当X 我们把这个当X轴 这就是摩擦力啊 因为它现在 没有告诉你 摩擦系数是多少啊 你不能用摩擦的方法来算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们就开始用平衡的条件 列式子 我们有平衡的第一条件 来列式子 别跟第一条件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Sigma Fx 等于0 Sigma Fx 这两个力 F2X 向正方向 所以它是正的 F1 朝那一边 朝负的 好 这个是力 这是Sigma Fx 加起来要等于0 你不要直接写F2X 等于F1 我们现在要 应用这个 这个式子 Sigma F等于0 好 Sigma Fy Y方向力有这两个 向上的是F2Y 向下的是W 所以它等于0 所以它等于0 二 好 两个式子里面 有三个位置数 F1 F2X F2X F2Y 两个式子不能解三个位置数 对不对 你只能够解出F2Y出来 那么F2X跟F1 没办法解 所以它还需要有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有平衡的第二条件 F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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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 Talk 你要指定 要指出来 它是对哪一个参考点 做的例句 那现在你到底要对哪个参考点呢 哪一个参考点 等于0呢 Talk等于Sigma Talk等于0呢 好 这里 记住哈 我没有时间去证明 我们就直接用它 如果一个系统已经在平衡状态 就说它已经有Sigma F等于0了 这个时候你取Sigma Talk 不论你是对这一点 还是对这一点 还是随便找一点 做参考点 Sigma Talk都等于0 都等于0 一定要平衡状态才可以哦 已经知道平衡 它才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如果假定 这个叫做A点 你可以找这一点 你也可以找这一点 也可以找这一点 你说我可以随便找 对不对 那好 那我就闭着眼睛 在这里画圈圈 然后一点 以这一点 作为参考点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取那一点 做参考点的话 这些利益 对它的利益 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利益知不知道 你这一点 好 我随便画一个这个 这个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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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量个半天 要用尺 去量个半死 而且你整个图都要很精致的画出来 所以说 你有自由可以选 不是说你就可以乱选 你应该是说 我有自由可以选 好 那我就选一点 对我最方便的 对自己最方便的 那这个时候 你取哪一点 最方便呢 通常是 哪一点 的作用力 最多 就取那一点 为什么这样子 你们回去啊 自己 想一想 取这个 Sigma TALK ABOUT A 那这个时候 这两个利 都经过这一点 它的利倍是零 对不对 利倍是零 有没有利举啊 就没有啦 所以这两个利 就不要求利举了 这是为什么 我们取得利多的地方啊 好 那么 现在剩下这两个 那我们先选 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这个算是正 F1 它跟它的利 利倍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什么 啊 这一条 就是等于 L Sine Theta 所以它是F1 乘算L Sine Theta 好 减掉W W 它的利倍是这一条 我画得不好啊 如果这个是一半的话 这个 正好是整个一半 那么这个也是 整条的一半 所以它就是减掉 F2 F2 R 分 L Cosine Theta 等于0 好 这是第三次 你可以先解这个 不是W 写错 你可以先解这个 把F1解出来 那F2就得F1 很快啊 你自己去解 OK 我就不解了 好 这就是 我们 看到 有平衡第二条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一个方程式 就是可以多一个位置数 如果没有第二条件的话 你有这两个例 你这边就不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分例来做 因为分成两个分例啊 它就有四个 就有三个位置数 就变成四个例 有三个位置数 你两个方程式不够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就得要 说这个 给它一个例是朝哪一边 这个例就是这两个合成啊 你不晓得朝哪里啊 可是我们可以用 三个例是物体平衡 三个例有什么条件呢 三个例 合例要等于0 还要共点 还要呢 共面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两个已经是共这个点了 那这个例呢 就要经过这一点 所以这个例就要画在这里 只能够画这个例 因为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 两个 两个位置数 你才可以用这个解 所以第一条件可以解出来 这是平衡的第二条件 我们加进来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 叫做 Couple 利偶 利偶 我们称它叫做 Couple 有一对的利 这一对的利 不是随随便便一对 它偶就是有个特别的关系啊 就是这一对的利呢 要大小相等 方向要相反 那么才叫做利偶 知道吧 好 那现在我们 随便 画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如果受 一对利偶的作用 就是这样子 一个朝这里 一个是朝这一边 F2 如果F2 是等于F1 最后线不同 那么称这个叫做 一对的利偶 好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利偶的利有这种特性 那么一个利偶作用在物体上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另外画一个 好,这个物体受一对的利偶 如果说若F1等于负的F2 那么我们就有 SigmaF等于F1加F2 要等于0 当SigmaF等于0的时候 这个物体是什么平衡呢 什么平衡 移动平衡,对不对 移动平衡就是说 它的执行运动状况不改变 执行运动状况不改变 好,那就是移动平衡 好,我们知道这个物体在移动平衡 如果 这个我留到这里 等等要看 我坐到这里 那个 你们抄就从这里直接抄下去 因为我等等要用到那个图 我们看它的SigmaTALK About Point O SigmaTALK About Point O 那它现在等于什么 F1的力背 就是这一点到它的垂直距离 就是X1 等于F乘X1 F1,X1 F2呢 它是负的 F2,F2 因为这个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这个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那我们假定说 F1等于F2 我们令F1大小等于F2的大小等于F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写成 F乘上X1 乘上X1 减掉X2 所以它就是等于F 乘上L 这L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的距离啊 从这里 到这里的距离 这个叫利偶背 利偶的手背 利偶背 因为这个比这个大衰 这个是正的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它 这个是正的 那就表示 这个物质要怎么转呢 做利是正方向的旋转 利都一样了 L L跟坐标有没有关系啊 L跟这个坐标有没有 它最后没有X1 X2 就是利偶你确定了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就确定了嘛 所以说这个跟坐标无关 它一定会有转动的改变 因为它的Sigma Talk不等于0 那因此我们说它转动不平衡 转动不平衡 转动不平衡 所以 一个物体如果受一对利偶的作用 它就不是在平衡状态 一定不是平衡状态 要记住这个 一对利偶 就好像一个物体啊 它受单一的利的作用 它就不平衡 它是移动不平衡 如果受单一的利偶作用 它就是转动不平衡 好 现在我问各位 像这个物体 已经有一对利偶作用在上面 它不平衡了 你现在要使它平衡的话 你是要再怎么做 用再加一个利可不可以 比如说它现在有一个 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利矩 叫做FL 那我再加一个F 好 在这个比如说 这个L的方向 我加一个利 single force 假如这个是L 那这不就产生一个 我们写F 好 FL -FL -FL 加上那个正FL 不就等于0了吗 那转动就平衡了吗 它有没有完全平衡 这个时候转动不平衡 转动平衡了 可是什么东西又不平衡了 移动不平衡了 现在有几个利啊 三个利啊 你F1加F2本来是0 对不对 你多了一个F3 会不会平衡 会不会平衡了 所以你加一个利没有用啊 那最起码你要加一个利偶 一个物体受一对利偶的作用 你要使它平衡 你要另外加一对利偶 这一对利偶 它的利举要跟原来这一对利偶的利举 大小相当 方向要相反 这可以做题目啊 你把它写起来 我讲的 你不要只听我念念有词 这个很宝贵的一个原则 要赶快写下来 一对利偶是一个物体 是一个物体 它是不平衡的 如果要让它平衡 你要另外加一对利偶 它的利举 与原来那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我们以这个为例 你看 F2Y跟W是一对利偶 对不对 因为它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嘛 这一对利也是利偶啊 大小相等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有两对利偶 它的利举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不就是平衡状态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在做这个例子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平衡第一条线 得这个 得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 这个 两个都是物质 你现在可以用第三个式子 你不 不一定要用平衡第二条线 你可以用 两对利偶的平衡条线 两对利偶的平衡条线 就是什么 这一对利偶的利举 跟这一对利偶的利举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你把它等起来 你把它等起来 就可以做啦 你回去做做看 你把这个 用两对利偶 使物体平衡的条件 你列式子 自己列 回去要做 我叫你做的 你就要做 回去就要做 这是两对利偶 可以使物体 平衡的条件 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我们 把 一个物体 它的平衡条件 我们 介绍完了 有平衡第一条件 平衡第二条件 那么平衡第二条件呢 在你们的书上 它是列在转动那一章的后面 Rotational motion的后面 是第几章我忘掉了 你回去啊 可以把那一章的习题 翻开来做 很多很漂亮的图 你可以做 那么原则上 你就是做 13579 135 它叫做钢体平衡 叫做钢体平衡 你把那一章的习题 拿出来做 你把那一章的习题拿出来做 我给你讲在哪里 你回去要找出来 然后 我叫你做什么 你回去就做什么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写在那个地方 我写五题你就做五题 你不可以做六题 没有那回事 你自己要尽量做就对了 那么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跟各位介绍 牛敦 第二定律 牛敦第二定律